黨黨團建請院會決議 立即停止調整電價 四月份電價將進行調整 漲幅十一趴 藍白提案電價動漲 二十九號約會討論 國民黨團有多達十七位立委 共同連鎖 藍白齊立要電價動漲之外 更喊要修電業法 要漲之前得經過立法院同意 但早在二零一五年 立法院就決議成立 電價審議委員會 規定台地和經濟部 如果要調漲電價 都必須經過審議委員會通過 立委也質疑藍營態度品變 國民黨當初要求 國民黨的政府 要設立這一個電價委員會 幾年之後 國民黨變成最大黨了 想要自己審議 在立法院審議 就在立法院審議 他想要讓行政院審議 就讓行政院審議 這是國際原料大漲啊 那不是只有漲台灣嘛 電價動漲 黨約會將進行表決 立法院民進黨團 預計將提案拉下來 進入政黨協商 得經過一個月冷凍期 電價調漲 雖然讓民生物價受到影響 不過大環境牽動電價調漲與否 但藍白提動漲 是為苦民所苦 還是為政治工房議題操作 三連璇公司 馬雲國人SY小組 台北報導